同样是马来西亚 北海瓷器洗肾中心的护理师 孙慧平 是许多护理人员的典范 他只要戴上护士帽 就会想起自己的初衷 用心照护每一个病患 每次戴上护士帽 孙慧平总是会想起自己的初衷 我爸爸会比较 他会排斥当时候 不喜欢我去做护士 他真的是要洗伤口 洗臭脚 要帮人家冲凉 可是那时我就想说 这些工其实我可以做得来 我可以做 六年的护理师资历 孙慧平服务于 北海瓷器洗肾中心 他就像每一位 敬泽的医介前辈一样 战战兢兢 坚守岗位 感恩所有 出事 不管在哪里的护士 似乎是要有爱心 很心 还有细心 照顾我们 父亲反对 却获得母亲支持 慈济赞助 孙慧平得到学费全免的就读机会 秉持着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的想法 他不只奉献于医疗领域 还跟随志工的脚步 走入病患的家庭 你参与实际的活动 就是你把那个小爱变成大爱 就是自己要有 虽然自己有爱心 要去付出 就是把那个爱变成 扩散更大的爱 去帮助的人 当年的稷嫩青涩 对照现在的成熟自信 孙慧平兑现了对父亲的承诺 一句我做得来 展现了无比决心 也成为后辈的榜样 大家新闻 杜慧西黄春光 马来西亚报导